大家自己想一下應該OK吧 剛剛這個是前面加空白 12個空白加一個信號 越來越... 越來越... 應該算什麼 信號越來越多 但是空白越少 那這邊的話 剛剛的信號越來越少 空白越來越多 所以這邊的話 邏輯 變成說那個 第一次是沒有空白 再來的話空白是一個 一直到12個 1到12 這個我想 答案在下面 自己玩玩看 應該這個可以想得出來 前面如果做出來 下面改應該可以改出來 基本上只有改 好像兩三個 只有改那個什麼 改這個吧 把什麼 A改成本來是 13-I 改成I-1 然後呢 後面這邊好像有改動一下吧 其他應該都差不多一樣的東西 再來的話我覺得 嗯... 先一點時間 可能要把File順便講一下 怕這個時間來不... 時間不太夠 那File回圈 基本上呢 跟File回圈 很多地方是類似 但是它使用的時間點不一樣 File回圈強調的是某個range 範圍 那File回圈強調的是邏輯 當什麼條件 唯觸的時候 進到回圈 當什麼條件 不唯觸的時候呢 就離開回圈 OK 那另外還有一點 概念不一樣 是 第一個齁 那個File回圈本身有沒有 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說以加總這一題好了 剛剛有1加到1 加到99 我把它Copy一下 在貼上之後的話 這邊改成File好了 會有一個File的版本 另外一個File的版本 那順便比較一下 同樣的邏輯 我如果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 畫回圈的話 第一個當然這個語法不一樣 那還有呢 有兩個地方不一樣 第一個就是說呢 在畫回圈裡面 它沒有一個所謂的初始詞 所以你必須要在File幫它做初始詞 第二個是不進詞 就是因為我們這個step step1 step2 不過這邊我們是step 假設是 預設是step1 所以你要幫它加1 那如果說我要修改 把這一個立題 改成畫回圈 一樣加總的話 那各位可以看到 基本上呢 我們就必須做 兩個地方 應該是三個地方的 修改 1 初始詞 i的初始詞 2的話呢 我們的步進詞 因為它File回圈會自動幫你加1 它會自動步進加1 一直往下 step 下一個 下一個 但是呢 壞回圈沒有 沒有怎麼辦呢 如果你要模擬像剛剛那個File回圈的話 你要把它加上去 第三個是什麼情況下要進入 進入這個回圈 OK 那我們來改一下 基本上要改三個地方 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再 乾脆加在這上面好了 i等於0 其實應該等於1 i等於1才對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把這個File 把它改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後面的話呢 就把它改成什麼 當它什麼情況下 會進入到回圈 當這個i小於多少呢 小於100的時候 因為我們加到99嘛 1加到99 所以呢 當這個i的值 i的值是小於100的時候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要讓它步進的話 所以呢 當它加完之後有沒有 我要在下方 i等於i加1 其實就是i加等於1的意思 這個就是 因為我沒有步進嘛 所以特別是要 你這個地方要把它加一個步進值 所以呢 會有初始詞 不會應該改成1才對啦 因為從1開始 從0開始沒1啊 因為你等一下 OK 那File後面呢 再一個判斷 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修改的動作 所以這邊的話呢 這打錯了 File OK 當什麼條件呢 當這個i是小於100的時候 它就進入到 就再把這個值給加1 所以呢 它出值1嘛 進到這邊 這個1是不是小於100啊 是 進到這邊 所以算幫它加一下 所以1加了0 就一樣存起來 然後再把它加1 直到最後為止輸出 我們來看一下 直進結果 弄一下 理論上應該會跟什麼 剛剛File回圈看到一模一樣 OK 只是說 他們強調的點不同 因為畫回圈啊 最重要是這個條件 當它是小於100的時候 才會進到回圈 OK 所以這一點請各位試一下 第一個 就是把那個 前面我們做過練習的部分 通通再把它改一下 所以剛剛的加總 也許你做一下 另外的話呢 一樣 把那個99乘法表 其實呢 也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快回圈 方法一樣喔 三個地方 就是什麼呢 一個是初始詞 所以這邊的話 初始詞 還有邏輯跟步進 來試一下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喔